大家早安 我是來自WikiData台灣的艾倫 好久沒有來到G0V了 歡迎來到WikiData 今天同時也是我們全球的Open Data Day的日子 今天我們的主題Open Data Day 當然就是要來做WikiData WikiData是一個真正任何人都能學 任何人都能用的知識庫 我近來跟分享出去都還要VCBSA 我們WikiData直接大放送C1C 謝謝大家 好 在WikiData裡面輸入Q16078371 就可以看到G0V 上面的這個Q16078371 就是G0V領時政府在WikiData裡面的唯一識別 他喜歡結構後的資料取代散文式的記載 對基督是更加的友善 同時也是一個全球的跨語言專案 像是中華民國Q865就包含了100種以上的語言發力 重點是台灣的國家語言至少就支援25種以上 包含台灣的原住民族語言有同樣支援 那他同時環相記載一個項目在不同資料庫 被儲存的位置 同時可以為了去補資料 生產一個在WikiData裡面獨特的文言識別碼 並且具有識別碼對照的功能 也就是說在WikiData裡面的台灣 他是Q865 同時又可以對照到這些不同的資料庫 不管是ISO、VILF 不管是圖書資訊管理的資料庫 或是其他不同組合資料庫 他都可以做到橫向對照的功能 那對於關注度他會要求比較寬鬆 因此可以協助去記錄一些關注度不足 以收入圍基百科的基礎資訊 非常適合做地方知識的這個建制 以及那個資料級的建構 那同時提供一個文本資料庫化的一個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反正這個slide在共筆上面都有 右下角是來自一本那個地方字叫做 左鎮箱具 那他裡面的這個家族的記載是這個散文化的記載 那我們透過他WikiData畫之後 就可以很輕易的畫出這樣子的一個圖表 直接把這個證據做出來 那同時你也可以使用Sparkle 查詢特定的資料特下載 提供JSON、PCV、CSV等不同的資料幾格式 但是在WikiData就超過一一筆的資料中 台灣的資料非常非常稀少 比日本製造藥設計還要稀少 那水文專題在我們的努力下 增益覆蓋率提升到50% 但是還是很不夠 政治人物的專題只在20%上下徘徊 同時地方鄉鎮市議員 地方的這個鄉鎮市民代表 都資料都沒有 那近期我們的資料主題 地方歷史資料的惠澤編錄 水文資訊等等的 那我們今天 所以最後都想要找這些人 提供寫成績就可以來參加 主要 那最後這次我們會輸出的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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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